驱动Picobo 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能够在ChromeOS上面使用Picobo 刚刚呢先请同学下载了一个中介程式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中介程式呢 来连接我们的Picobo 好首先呢各位同学第一件事情很重要 是要先将Picobo以USB的方式连接我们的Chromebook 好连接好之后呢各位同学呢 到我们的这个荧幕的左下方点选开始 打开这个选单 好在这边呢选择所有应用程式 然后呢找到刚刚我们下载安装的应用程式 S2 Bob for Squatch的图示 点击之后呢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时候呢各位同学看到哈 两个灯都是红色的 而且呢在这边呢 它的预设的这个感应板呢并不是Picobo 所以这边呢我们要进行一些调整 首先呢我们要先设定板子 好各位同学呢点选这个下拉的一个选单 选择Picobo 选择好之后呢第二步呢是选择连接铺 各位同学呢一样点选这倒三角形的地方 点击之后呢就会看到可以连接的连接铺 点选之后 接下来呢就请各位同学点选这个Connect 好点选好Connect之后呢 各位同学就会看到下面红色的灯 其中有一个就变化了 这里的讯息显示呢我们的这个Picobo 已经连接了好跟我们这个应用程式连接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些数据 好就会出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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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